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 准时收看英元小剧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相当难得的为大家请到的是 云门二团的艺术总监 也是编舞家郑宗龙 在节目当中要和我们来谈一谈 他们在这一次台湾国际艺术节 当中所推出的十三生 非常感恩宗龙来到节目当中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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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来介绍一下 您今年的这个新作 为什么会是用这样的一个 很特别的作品推出来 这个作品取名它有一个故事 它叫十三生 对 那其实我在十年前 跟云门二接触的时候 这个林华明老师希望 这个舞团它可以去 台湾各个地方去推广舞蹈 因为我们喜欢跳舞 然后我们觉得舞蹈可以带给人家一些开心 或者是你在悲伤的时候 可以藉由动身体 把一些不好的情绪 在那个过程里面把它消散掉 所以我们会到台湾很多地方去推广舞蹈 那在推广的过程里面 我开始在学习 然后但是我有一点点纳闷的是 我爸爸妈妈我都没有去推广 然后我居然去 我居然到很多地方去做这样 可是我会有点担心这样会说不过去 所以我只要逮到机会 跟爸爸妈妈相处 坐在车上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们聊 我要创作的舞作 或者是放一些 我将要编舞的西方的音乐 一些古典乐跟他们分享 那他们常常会给我一些回馈 那在去年我在编来的时候 那就有一些台湾民间信仰的 里面的那些故事在里面 我说我常常看到那种鸡桶 他在变身的时候 一个大叔怎么可以很快 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我看着觉得很纳闷 那他说万华 以前有一个地方 有个大广场 那个广场有很多酒家 有乞丐 然后有人弹琴 对 对 有很多种 然后就有一个人的剧团 他可以扮演男生 扮演女生 他就拿一本乌盆记 然后就把所有里面的角色 都演过一遍了 所以是很微妙微俏的一个样子 那妈妈说只要这个人来 街坊邻居就会说 十三生来了 那大家都会跑去看 所以我听到这个名字 觉得 我有一些画面跑出来 因为小时候很小的时候 就在万华开始 摆地摊卖拖鞋 我蹲在那个街角 然后看着这个繁华 或者是灯暗掉之后的 这样的万华 他有些印象很深刻 留在我的脑海里面 那他就跟这个十三生连结 那我希望说 可不可以藉由这样的作品 也许把我过去 自己成长的文化的经验 把他在这个作品展现出来 然后透过鱼蒙二的身体 然后让这个已经不见的故事 他可不可以赋一个新的样貌 在舞台上 所以十三生应该算是 你母亲那个时代的场景了 和人物 所以说透过你这么年轻的 一位编舞家 然后要和很多的一些 更年轻的舞者 要来揣摩这十三生 这是一种怎么样的一个编舞的方式 让他们能够去理解 那个时代 这样子的一个传奇人物 我觉得十三生 它有点像是一个钥匙 然后来打开 我在万华 然后在台湾生长这块土地 所看到人的样貌跟形态 另外一个我们很希望说 其实我们一直在跳舞 然后我们希望说 在这个十三生这个舞座里面 舞者们 他是不是可以发出一些声音 那其实声音跟身体 还是在一起的 这个部分对于舞者来讲 会不会比较困难 因为很多 我们受到西方舞蹈训练的 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是没有这个部分 都是用肢体表达 对 就是说 他们在练习的时候 就是随着音乐 或者随着老师的这个节拍 在做所有的指令跟训练跟动作 但是要让他随着肢体 也发出很多不同的声音 然后把它整个表演融成一体 对他们来讲 可能不是那么习惯 怎么样让他们去进入 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有那样的经验 就是也许生下来的第一声 那个哭声 或者是那个很本能的 很还在身体 但是很久记忆的那个东西 跟身体跟声音在一起的东西 那个都还在 只是要把它召唤出来 那这次我们很幸运 可以邀请到法国阳光剧团的 一位非常资深的演员 叫莎莎老师 那他给我们一些情境的设定 所以舞者在遇到那个情境 的时候他声音 其实很自然就会发出来了 那我们没有去设定说 这些舞者需要讲多精准的语言 其实只是就是声音 那跟我小时候 在万华的那种市井喧闹 那个感觉非常相似 所以就透过这些练习 然后还有博章 在这里面帮我们做 很多声音上的训练 不同音高 不同地方的共鸣 他都可以表达出不同样的情绪 所以很多人在不同的位置 去帮助这个十三神 帮助这个作品 让他可以在声音上 或者是在肢体上可以更丰富 只要时间一到就是会有很多人在那个广场聚集 有一个一人的剧团扮演男生扮演女生 然后又要唱歌又要工商服务时间的时候要卖药 万华街坊邻居就说是三生老的 就给他一个封号叫他十三声 意思是他一个人可以扮演很多种角色 一个人他可以有多大的展现 在声音上 在舞台上 在肢体上 在情感的表现上 云门二的舞者们 因为他们常常一个晚上下来要跳很多种不同的作品 所以他其实在平常就已经在累积转换这件事情 我会一直编 生了一堆东西 然后明天来用不同的组合 然后后天来再用不同的组合 所以其实一套动作他已经有十几个版本了 可是当我问舞者说 差不多了没 搭得快要已经没有办法记住哪一个版本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真正要开始创作的时候 跳舞跟声音 它其实就是与生俱来的 我其实没有在想跨离云这件事情 而是大家一起共同完成一件事情 完成一个作品 聊创作聊概念聊一些东西 然后在做的过程中去 去知道的更透彻一点的 这个作品叫十三声 意思是很吵杂的声音 所以这些声音其实它都是有些因缘机会才产生的 发出那个最心里面最真诚的声音 吼一吼叫一叫 那些力气 是多美 你这次也请到林强作为这个音乐总监 是因为你的第一部作品 你的编舞作品就是春风少年兄 对 所以你特别对林强有很深的感情吗 我觉得就像林强说的 有一些东西好像是缘分 对 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会碰到了 那我真的是第一个十五岁 郭三那个时候叛逆期 编了一个叫做春风少年兄的作品 就用他的音乐 可是一出来大家就好喜欢 对 就是那个时候 我记得在板桥文化中心 他的音乐一出来 全场轰动 那个印象在脑海里面跟心里非常的鲜刻 然后过了这些年 林强从一个流行歌手 很快的就离开了这样流行乐坛 对 然后开始做一些电子音乐 是 然后开始接触一些东方的哲学 或者是一些书籍 是的 那一年前就不知道什么音缘巧合 跟他碰在一起 我们就开始聊他的故事 我也去分享我自己那种 很坎坷的成长的经验 聊着聊着就很熟悉 然后就开始创作十三神 是是是是很特别的音乐 对 是我想要以十三神这样的主题 要来做一个舞蹈 其实音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 而且好像很多东西不是那么 所谓的真的可以创作出来的 有的东西可能就像你说的 我需要舞者他的身体里面自己发出来 而且每个舞者的声音不一样 对 那在音乐的创作上也可能也是类似这样 就是说 不是说我凭我的脑袋里面想象那个空间里面 要给什么样的音乐 可能是有一些东西的音源聚合 要去做好一个舞蹈的一个音乐 所以谈谈就在整个创作过程它的一个困难 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我和强哥也许差了一些年纪 但是我们对台湾的一些传统 或者是他常常出国 或者是我们在国外听到很多西方的音乐 我们现在生活里面也有很多西方的音乐 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就回头去想想看 那这块土地会有什么样的声音 这块土地的音乐是什么 是绕进的北馆吗 还是客家的那些小调 还是恒春的那些 不是只有陈达老师 还有其他那些妇女们工作后 那些爸爸妈妈他们那个阶段 那些拿卡西的音乐 所以在要做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们就是往回头去找 去把这些东西找出来 那我觉得比较难的是 怎么运用现在的观点 然后您强烈是用电子音乐 怎么用现在的观点 现代人的眼光去把它做转换 而不是直接使用上 使用把它直接复制贴上在这个作品里面 所以比较辛苦的是 还是在这一段 但是两个一直在互相 互相在聊 或者是也许我做了一些东西 我跟他说我是从 也许从镇头 也许从庙宇 也许从一些 我在街上看到的人的形形色色的肢体 把它做一个组合 那他就会对应一些 他觉得会是什么的音乐 那他就用了五行的水的概念 他觉得你可以再把这样的做 这样的动作做这样的组合 那他的音乐也许可以像水一样 他有点随缘旧方的感觉 他流到哪里他就可以像什么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过程 是 我想更难的可能是舞者吧 对 如果说舞者要用这样的概念 而且现在 其实云门二的舞者 在年纪上 在身体上来讲 都是属于比较有爆发力 年轻的一个族群 他要能够了解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 而且在舞台上去呈现 这样的一个作品 其实我相信有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对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我给他们很多功课 像我们会去找一些 那个年代的一些电影 也许是侯小姐导演的电影 那也许是一些 那个年代的书籍 或者就让他们亲自的 我们带队去望华走一圈 去把我过去的一些想象 让他们了解 那他们也可以看到 在那个地方 那种阶层人的生活 他的身体的形态是什么 那另外一方面是 其实云乐的舞者 很幸福的一点 也很辛苦的一点是 我们常常 因为它是一个 培育年轻编舞家的舞台 所以常常一个晚上下来 他们要演非常多不同 创作者的作品 那曾经就有观众就会问说 你怎么那么厉害 你进去墓里面 然后没多久出来 我就觉得你是另外一个人 所以其实他们在平常 就已经在累积这样的一种能量 然后舞者回答也很棒 他说我连想的时间都没有 我就换好衣服 我就换一个人 所以其实他们 我觉得年轻很棒 就是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去挑战 然后他们也 也非常的正面去看待 跟很愿意的尝试 去共同把这样的东西转换出来 我想一位优秀的编舞家 可以造就一个伟大的舞者 我相信你也都是这样子在努力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 就是你在编舞的过程当中 和舞者的关系 听说要跳你的舞很辛苦 好像要这个 你把所有的这个版本 通通都会丢给舞者去跳 跳到他们都差不多都忘记了之后 然后你才有新的灵感出来 你要不要聊聊你自己编舞的这个过程 然后和舞者之间的互动 我觉得编舞这件事情很难 对我来说 我到现在还是 每次只要创作一个新舞 就会很焦虑 是的 然后要去编舞之前会很期待 可是一到排练场 编舞的地方 就会很想赶快跑回家 然后刚刚说的这些创作的过程 就是我会把我很多天马行空的想象 把他们跟舞者在工作 他们也会跟我分享他们的 对于十三声 或者是对于其他作品的一些 一些看法 他们会用身体直接来回应我 那就会在这个过程里面 慢慢就会长出非常多的动作 有点像炒菜 我们可以准备很多葱 我们准备很多不同的素材 那我会是这样 就是让这些东西再 就这样再放放看 然后头尾再吊一下 可是其实在这样的 一直在改变组合的过程里面 其实他某方面 其实一直在记忆 然后也让这些不同的素材 在这个过程里面 去有一个整合性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残忍 但是是非常好的作品来讲 非常好的一种尝试 是 你的这个编舞作品 也在国际间 在国内都得到了一些 非常重要的肯定 你可不可以谈谈就是你自己的编舞经验 这些老师们所对于你的一些帮助 你从这么年轻国中的时候 就可以编出第一部 这个自己的舞作 到现在成为云门二团的艺术总监 可不可以聊聊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编舞风格的形成 我觉得在国中那段时间 也许是因为我叛逆不学好 然后被叛得保护关束 那样的年轻 那样的青春的时候 心里面有一个能量 他说不出来 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 我好像 因为我从八岁就开始学跳舞 所以好像就可以直接用我的身体 去把它抒发出来给观众 那我觉得这样 这一条路里面 最棒的是一直遇到帮助我的人 就像国中那个这样的年纪 不会有 不会有老师愿意让一个国中生 连学东西都还没学会 就去做创作 但是老师非常的支持我 愿意让我在国中15岁这样的年纪 就大胆地把这样的空间跟舞台 丢给我去学创作 那另外一个是曼菲老师 我曼菲老师 他在知道我喜欢编舞 他就让我可以到台北艺术大学 可以进到云门二 这样的机会 我也许没有太多编舞的经验 可是藉由他给我的机会 我去面对我自己的焦虑 我有这样的舞台 我可以去尝试 我觉得这个过程有点像在学习 在这样的学习里面 失败跟成功 或者是好跟不好 慢慢可以找出一条路 那林老师当然是给我很多维他命 给我书 给我CD 给我机会 让我去看到这些 打开我的眼界 原来不是只有这里而已 所以我觉得是有很多人的帮助 所以才好像可以有一点点 信心再往前走一些些 我发现你的整个过程里面 你讲到很多对你来影响 非常重要的一些艺术家 罗曼菲老师 林怀门老师 对 或是在你的生命边缘当中 真正的是把你从那个谷底拉出来 然后让你看到整个全世界 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些人 好像就是说别人都没有放弃你 这个没有放弃你是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都看到了你生命当中 最美好的特质和热情与潜力 会觉得说你是可造之材 所以绝对不松手 你自己怎么解读这个部分 你自己所展现出来的 你可能自己都不认识的生命力 或创造力 我真的不知道 我常常是想要躲掉的人 我想想要离开 就是一直用一个孩子的心态 去面对这些痛苦跟这些抉择 然后会走一走就会觉得说 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要继续往前吗 然后自己就会找另外一个地方走了 或者是就停下来了 可是总是在那些关键的时刻 停下来的时候 总是会有人伸出一双手来 让你再往前一些些 然后这样不断的一直往前 好像是变成开始 我也自己应该要成长了 我也应该把手伸出去 看看我后面的青春的创作者 然后记得别人怎样在帮助我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相同的能量 去给后面要起来的创作者 有一点点相传的感觉 我也在想说 是不是因为这些艺术家 比如说曼菲老师或林怀明老师 他们能够解读到就是说你当一个创作人真正在面对创作的时候 他其实内在是翻角式的痛苦跟焦虑 所以他能够感觉到你是真真诚实的在面对生命和那个焦虑 所以因为他大到你想要逃跑 那对于一个年轻的生命来讲 他可能没有像这些艺术家 像林怀明老师或罗曼菲老师 有这么深的根底去认识自己 然后让自己就是能够撑下来 对 对那所以他就是不断的在你要逃跑的时候 面对那个真实的时候 要逃跑他又把你抓回来 把你抓回来 那一个感动 然后到你现在成为云门二的艺术总监 我觉得我真的是觉得你好像就是一个被祝福的生命 因为是很多的感恩 很多菩萨真的我觉得 生命中很多的菩萨 是 然后不断的给予 不断的协助 那您就是我相信林老师也对于云门二有很大的期待 而且我觉得林老师是非常严格的一位老师 但是他能够让你感受到他的这个很浓重的爱跟支持 所以你我相信你的这个肩膀上的这个责任是非常非常重的 但是你又愿意去承担 因为他对你有这么深厚的爱 你可不可以聊聊就是你对于云门二团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抱负吗 或者期待 你想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去经营出他和云门一团不一样的一个方向跟未来风格吗 其实云门二到今年16年 16年了 然后林老师当初创这个团的时候 他就希望这个舞团 真的是可以变成一个推广艺术的一个小煎饼 推广舞蹈的一个团队 所以我们不断的透过跟不同人合作在不同的地方 也许是那马下乡 也许是海边的部落 也许是社区的活动中心 这样用有机的形式 所以这些地方都不是舞台 它就是一个摩世之地 它就是一个穿堂 学校的穿堂 也许就是一个PU跑道 我们在那个地方跳舞 我们在那个地方很近距人跟这些学童 或者是社区的民众去推广舞蹈 让他们知道 那曼菲老师他爱才 他觉得有才华年轻人 应该让他们继续可以创作 所以另外一方面云门二也要提供这样的平台 继续提供这样的平台 让不同的创作者可以在这个地方 去发挥他们实验奇怪的一些艺术作品 但是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其实它就是非常困难 所以我觉得我最大的抱负是希望 这两件事情 跟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可以持续 可以继续持续 然后让更多人去了解舞蹈 让它会不会有一天 大家对于身体都不羞涩了 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都认识很多 也许还有声音 所以在那一天 那个抱负也许是这样子吧 我就跟他 是 我们要非常谢谢 曾荣来到这个节目当中 也非常谢谢你对台湾的舞蹈的耕耘 还有你的贡献 我们要非常谢谢你 下次有作品再来节目当中好吗 好的 感恩你 谢谢 谢谢 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 我们要非常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更要感谢的是朱虹导播 一定在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 音缘小剧我们下次再见 感恩